近点315 你手接到我的右手上 好 在丰阵2023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中 综合战斗狙击是一大亮点课目 该课目在模拟村落中进行 参赛狙击手以两人小组为单位 依次完成渗透接敌 武力营救 追踪狙击 控手狙击 反击撤离五个环节 参赛狙击小组介入模拟村落后 首先要射击两三百米外的山坡上 矗立着的匪徒警介绍卡 通过渗透接敌环节 随后 狙击小组在村中房屋地道穿行 尽快接近人质被关押的地点 抵达二号射击位置后 狙击手分别突入不同房间 近距离手枪射击十个模拟匪徒的玻璃头把 和两个劫持人质玻璃头把 如果射手不小心击中人质 还要被扣除相应分数 狙击小组成功解救人质后 跑向三号阵地 利用向导墙体 对四五百米外的侧身钢板把进行射击 追踪狙击望图逃窜的匪徒 此后狙击小组还需完成控手狙击和反击撤离环节 分别考验狙击手对首要目标的精准狙击能力和远距离狙击能力 模拟在敌后解救人质 这种战术背景下 我们按照战斗进程设计了抹黑阶段 就是对我们这个狙击手的体能 技能 心理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检验 同时也是对两名狙击手 它的协同配合的一种检验 乌兹别克斯坦参赛队领队阿拉克穆夫认为 综合战斗狙击计设计的很有趣 接受采访时 该国的参赛队员即将踏入模拟村落参赛 这位领队表示很期待他们的表现 这个科目我觉得非常有趣 在模拟村落里目标设置的非常小 并且也是分段的目标设置 我们的队员即将参赛 期待他们的表现 刚刚比完赛的中国参赛队员杜月表示 该科目包含多项内容 需要参赛小组队员在战术定制 体力分配等方面提前协商明确 包含了聚机 包含了角度射击 包括进房间内的首相射击 它里边包含了好多需要战术意识 来完成的东西 我们也会有这样类似的训练内容 这个需要小组内两个队员 共同协商一起商量一套 适合自己的战术 来完成整个科目 包括体力的分配 包括在设计当中 谁打哪个科目 都需要进行明确的分工 中国参赛队员李蓬蓬认为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狙击手都需要保持心态稳定 信任队友 无论在任何环境下 狙击手这个心态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一旦怀疑 无论是怀疑本身 还是怀疑队友 还是怀疑其他枪支 都会对自身的射击造成 很大的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就是狙击手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心理方面 比如说在比赛当中 不管你上一个科目 打得好与坏 都不能对你下一个科目 进行有一定的影响 需要对心理 进行一个强化 才能用变比赛也好 战场也好 一些突然变化的 一些环境 才能够很好的用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